我这种出门要搭到很很很很perfect的 连包包和鞋子都要搭一样的颜色的 所以我有很多包包 每一天拿不一样的包包 来 我的包包没有买名牌的 我都是买那种啊 Midder Ranch 因为可以每天换 因为我只要买一个名牌包包 一个名牌包包 我上去日本的时候 我老公讲 这样折中国店里不进吗 我讲 你看我们现在下着雨 我这个包包递着雨 我不用折它 如果买一个名牌包包 我要折它 我折不了自己 也对也对 你买一个名牌包包好几十千 可是衬的衣服就是那几件 如果我要配搭颜色 可是我就是买那种Midder Ranch 把两三百块的一个包包 坏了也不会心痛啊 坏了也不会心痛 来 我身上这个Jump Soon HJJ33 身蓝和我身上的浅蓝 前面扭扣是款式来的 口袋这边也是款式 Functional的口袋 只是在左右两侧而已 隐藏拉链是在后面 由上往下 属于一个短板的Jump Soon 属于一个短板的Jump Soon 已经很久了 我们没有这样 只能留在面料的Jump Soon 基本上它下摆这边 这个裤子 它也是属于一个小A的版型 整体它穿起来 就是那个显瘦的效果 有那个显瘦的效果 跟着助理的尺寸相当 助理一样 这一件都是穿M 来 走后面 拉链是在后面 由上往下 你知道吗 所以要找这样子短板的Jump Soon 这一区我们就有这个款 它不会说太广 这一区来讲也是唯一的一个款式 OK 唯一的一个款式 OK 只要一点看去就是牛仔的话 就带走这个浅蓝吧 显瘦的话就不用多说 一定是深蓝 我说它深蓝是给我们看一下 深蓝跟浅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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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色 OK 我忘记讲面料是有弹性的牛仔面料 是的 它是属于一个 有弹性的牛仔面料 所以说我是穿着M size 跟着尺寸 你们如果能够接受贴身 OK 多一个2cm可以 毕竟它是属于有弹性的牛仔 所以说这个款式 如果你是这么的指针下单 来M就好了 我是穿着M size 所以你看我叉腰是会贴的 可是我的它还会有一点空间 所以说整体来讲 上尾一样啊 上尾这个M是可以 一下子啊 哦 它的上尾它会比较贴啊 这个 对 它上尾每 就是说每个上尾相在一个4cm 4cm 然后腰间会是一个5cm 所以说这个上尾M是到96 所以是有空间 所以整体能接受贴身 上尾腰为臀部 多一个2cm可以啊 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喜欢穿贴身的 想说穿起来空间比较多的 那么你就要拿大 可以拿大一个马果 我两个色啊 我都是可以穿得大 穿浅蓝的话 会有比较多空间啊 因为深蓝它会小个2cm 跟浅蓝它会比较大一点 浅蓝就是说 刚好就是我的Size 我腰间那一边 所以说不难选两个色 深蓝跟浅蓝 所以说找到这样做的话 这一期就是这个款式 来深蓝显瘦的话 就不用多说了 一定是这个深蓝色 对啦 所以说两个色不难选 都是蓝 所以你比较偏爱深或者浅 就像刚才讲的 你想要一眼看去就是 牛仔的款式 一定会是 摸出我这个浅蓝会比较明显 ok比较明显 前面是小V 刚刚好V 带cola ok有cola的 静子是属于一个短袖 ok属于一个短袖 然后有口袋 左右两侧口袋是方便的 面料是属于一个 牛仔面料 然后有弹性的 跟着助理的尺寸相当 两个色 虽然说浅蓝会比较小一点点 可是一样助理都是穿得到M的 只是说浅蓝色的cutting效果 会比较偏大 一个两个cm 这一期 谁要找牛仔面料的 jumpsuit啊 短板的 这一期就只有这一个款了 ok HJJ33架 千4 82 S到 是有S到XL ok S到XL 就对了 没有的话 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 要是连身群 两个色 三个色 樱花的连身群 樱花的连身群